歡迎大家回來專家教路的元素學堂 上課跟大家講了 今課會教大家 究竟如何去看自己屬於什麼元素 其實元素有分為先天個性的元素 和後天性格的元素 今天先教大家 如何去看自己的先天個性元素 這個其實很簡單 主要是看大家的星座 我先講一下風元素 風元素是這三個星座 水瓶、雙子和天秤座 另外火元素 火元素是白羊、獅子和人馬座 水元素的朋友留意 雙魚、巨蟹和天蠍座是水元素 最後土元素就是剩下 山羊座、金牛座和柱裡座 很多人會問 我了解了自己的元素特質 或者知道自己的元素有什麼幫助 其實元素學可以運用在很多不同層面 例如可以在心理學 或者是原學上 星座學 甚至乎兩性關係 親子關係 甚至乎人際關係 裡面 元素學都可以幫到大家很多 下課我會回來教大家 每一個元素的特質是什麼 大家要留意 下課我們會先講封元素 封元素的朋友要留意 下課見